台大風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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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由台大風險中心 主辦的人員轉型 民調發布記者會 這份調查是由台大風險中心 委託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公司 於今年度4月6號至4月10號 所執行的調查 這份調查是以台灣地區 18歲以上民眾為調查的立項 此次更完成 1087份有效樣本 包含302份手機 與785份的式化 這也是近5年來 國內首次納入手機的 能源轉型民調增加初期年輕途群 也提高調查的準確性 台大風險中心所進行的 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 民意調查已經執行了3期 前兩期分別於104年 107年進行 今年度109年為第三期的 調查發布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 本次調查的執行團隊 台大風險中心 便中派博士後研究員 跟我們大致說明 我們先請我們的主持人 周桂田總主持人來 先跟我們開場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 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我們這個記者會是 我們風險中心每兩年度 就會進行的一個氣候跟 能源的公眾風險感值 鑑於520 在總統的第二堪要開始 另外一個是國際上 面對新冠肺炎 COVID-19後面的整個綠色振興 跟綠色改革的佈局 所以我們要藉著這樣的一個 調查的結果 來呼籲跟倡議 國內的這個就是 企業還有我們的政府 應該針對這個國內外新的變局 還有這個民眾最新的這個意見 跟態度來進行一個改革性的措施 那我們今天的程序 剛開始會由我們便中派博士 來報告整個調查的一個重點 第二位就會請到我們中心的 張國會主任來跟我們開場 來分析一下整個政策的走向 第三位由趙博士 也來做政策的相關分析 最後我也來做一個政策的分析 跟補充大概是半小時 然後最後半小時 就開放給現場媒體觀眾提問 那我們第一位就請到便中派博士 來做一個報告 謝謝趙主任 我是台大工人工訊博士 為民眾院變中配 今天可以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能源轉型民調的一些重點 現在我們的重點大概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說 比起2018年民眾對於能源轉型 已經有高度的支持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目前民眾對於個別的能源轉型政策 的支持也有相當程度的增加 第三個重點是 我們有探討說到底政府 政府對於 就是如果你要持續推動能源轉型的政策的話 你要跟誰合作 那第四個重點呢 這是剛剛周總計畫主持人談的 我們現在呢 面對於中聯貿易戰 還有所謂的新冠肺炎 那民眾對於這些的看法如何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是談說 目前其實我們有問民眾 你是不是有高度的 就是有感受到 所謂的氣候變遷的 洪水、暴雨、土石流等等的問題 其實非常多的民眾 都已經感受到 85% 超過85%的民眾 認為是有感受到變遷 那我們 把這個問題呢 再去做細分 去做交叉分析 發現說 他們感受到氣候變遷的民眾 這85%的民眾 其中有81.7% 是支持能源轉型 所以他們是連結在一起的 他們認為說是 他們感受到氣候變遷 所以他會認為說 必須要用能源轉型 來去減緩 甚至解決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 那他支持 他到底有多支持能源轉型呢 目前談的民眾 我們試用的問題 是 2025年 對於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 超過20% 這個政策 目前談這個 所謂的政策 有78%的民眾同意 很多人都會問 那可能藍綠有別 其實我們這次很驚訝的發現 發現說 泛藍的民眾 超過六成支持 那泛藍綠就是成了87.1%的支持 第三章 我們這是談所謂的 就是探討所謂的 要支持能源轉型的民眾 他是不是會認為說 是因為要避免後代子孫 不要再受到所謂的氣候變遷的傷害 那這裡就變成威脅 這裡是所謂世代正義的問題 這次有82%的民眾是傾向同意的 而且這個藍綠的比例的差距更低 大概泛藍的民眾有76.2%是同意這個命題的 然後泛綠的民眾有84% 則同意認為說 是要用世代正義去解決 氣候變遷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明顯的增加 就是說我們去問民眾說 你對於目前能源轉型政策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公平性 他認為現在能源轉型政策是不是很公平 另外一個是計畫性 那跟2018年比較 就是按照平均我們是1到7分 按照比較都超過了3.5% 都就是好感度超過一半 第一個公平性平均是3.83% 比起2008年的3.41%增加沒有明顯增加 再問目前政府的能源轉型政策 是不是有計畫這個問題呢 增加更多 目前是3.74分 認為目前能源轉型政策是有計畫的 這個問題其實也是非常多民眾關心的問題 就是說關於經濟和能源轉型之間的關係 我們問了一個題目 民眾請問您對於政府應該首先推動哪些政策 最多的還是經濟成長 超過50% 第二個為了實施 我們大概也放了一個防疫題 目前對於公共衛生的事情 並有第二 第三名其實就是減碳能源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這兩個並不衝突 就是減碳能源轉型及經濟成長並不衝突 為什麼呢 我們多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您認為能源轉型是否有助於經濟成長 目前大概有75%的民眾認為能源轉型是有助於經濟成長 這是非常明顯的差距 剛剛是談一般性的大家對能源轉型政策的看法 我們也有談細部的政策 個別的政策 尤其是最重要的兩個 一個是碳稅 就是要加油價的部分 一個是電價的部分 我們這次非常驚訝的發現民眾認為說應該要提高油價去徵收碳水 就是說碳稅是大概就是第一次有最高34.3%的民眾願意一公升超過3塊錢 這是非常好的數字 根據國外研究 如果一公升超過3塊錢 就等於說完全反應碳的外部成本 環保署前這一陣子公布了說 他要徵收碳費0.1元 我們認為環保署應該要大膽一點 如果按照這個民調的話 真的可以不需要自管的保守 再來是電價的部分 這次我們跟2018年的調查做了比較 第一個是超過電價統一電價可以高過3元的 一度高過3元的 有顯著的增加 目前是35.4元 另外一個是 電價是少於 超過3元 比如說0.1元 1元2元 大概有26.6元 意思就是說 在非常敏感的油價跟電價一體上面 其實真的是 政府已經可以考慮 比較積極地去做一些比較大膽的政策 再來是 這一個題目是關於 全面禁售燃油汽機車的時程 大家是不是認為要傾向同意 我想可能因為電動機車的補貼 開始有點調價 然後還有機車業 就是油的機車業開始提出 所謂的油電平權之後 的確是有一點在這個部分 開始有失菌立體的現象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呼籲跟認為說 政府對於電車 還有電動機車 電動汽車的支持還是要繼續 要不然其實對民意的反應會非常的直接 再來這個題目 再來這個議題是這樣 我們風險中心還有其他的民間團體 其實一直要求 政府要在推動能源轉型 跟氣候變形要成立的獨立委員會 那這個獨立委員會到底要找哪些人進來才有意義 那我們這個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發生能源爭議的時候 您對哪一個團體最信任 第一個我們看 就是說你政府推動政策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為什麼危險呢 其實政府的受到信任程度 就是非常 34.4%是認為政府是不被信任的 那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要再推動正義性的政策的時候 其實你要找的是 比較受到民眾信任的 那我們這次民調 第一個是專家學者 有59.3%認為是他的被信任 那第二名是環保團體的民間團體 37.6% 那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數字 跟數字是工商團體 就是包括工種商總 不被信任 不被信任是最高的 42.2% 就是說不應該找採官學 不應該找採官學 還有民間團體 那再來我們問了兩組題目 一組是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下 台商回流 民眾是不是支持 台商應該要提出所謂的減碳 還有用戰爭能源的綠色承諾 那這個有82%的民眾是傾向支持的 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那再來一個是按照現在的疫情 那政府提出非常多的紓困方案 但是呢其實 那我們就是問了一個 而且國際上也提出 也非常多的國家提出了 減稅的那個 提出了所謂的綠色紓困 那我們就問了台灣 你種植不吃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問 接受紓困的所有項頁 都要接受歷史 都希望能夠提出減碳承諾 有60%都傾向支持 那我們針對航空業 就是排碳非常高的航空業 那有77%的民眾支持 要提出減碳承諾 好 那我的報告就在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那個張國輝主任 來跟我們做一個政策 相關政策分析 前面是辯博士做一個 Overall的一個調查分析 接下來我們三位就會 針對國內外相關的政策 提出一些分析跟見解 要鼓勵他 請張主委 各位媒體及在場朋友大家好 我是風險中心張國輝 接下來有我和趙家瑋博士 以及周慧琳教授 會再跟各位報告 這次民調所帶來的幾個重要訊息 基本上1990年代末以前 我國的能源政策 可以說是復始在經濟政策 發展政策之下 但在1998年的時候 政府為了因應國際上 進入印經書的簽署 召開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 進入考量環保 達到減碳的目的 使得能源政策的位階 得到提升 出現轉向的機會 不過2000年跟2008年的政黨文系之後 能源政策不僅因為 所謂能源需求在捲迴 陸近一代的經濟發展腦碌 更還成為政治鬥爭的漩測中心 導致經濟印經書簽署之後的 將近20年 能源政策的方向 始終反反復復 缺乏長期的一致性 到了2016年的第三次政黨文系之後 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我們在2017年正式提出 能源轉型的口號 其中比較熟為人資的目標 只希望在2025年之前 總發電能源配比能改成 再生能源20% 煤30% 天然氣50% 但是我們都知道 在前三年當中 不只產業界還有社會大眾 都感到困惑和疑慮 然而我們這次最新的民調當中發現 過去認為缺乏共識 有害經濟 不願付出代價的民意態度 有了相當大的不同 也就是民眾不分黨派都支持再生能源 認為能源轉型有利於經濟 而且多數還願意接受電價的向上調整 我們認為針對當前民眾態度鑑定 產業趨勢明確 還有政府政策積極性的層面來說 現在應該是台灣一個建立性能源政策 長期一致性的單轉好時機 也就是啟動更全面及前站的能源轉型計畫 我們認為在這些層面扣合之後 除了能有效追求近期 2025年的低度目標也就是達成20-30-50% 的發電配比之外 還適應地追求遠期 2050年會兼法法定檢探目標的基礎 當然更令人期待是 其實我們已經有不少民眾學者專家 甚至認為我們應該超前部署 金額達成2050年國際碳中和的高度目標 以上 好 謝謝張國衛主任 接著我們將時間 交給台大風險中心趙家瑋博士後研究員 各位好 在這邊我們來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價格合理化 但是油電價格合理化這一塊 也是過往四年能源轉型政策裡面 並沒有好好面對的地方 因為我們目前的話 可以從目前疫情所導致的低幼價狀況 也可以看到說我們台灣政府目前的西設市的反應 就是任憑幼價不斷的下跌 然後原本應該要調整的變價 調整的變價 也在因為疫情關係來講的話 也延緩調整 再次逗漲 都導致說 我們可能在台電售電上面的話 他每賣營業都還要賠營業 賠營業一換 這樣的情形會持續下去 並不利於我們長期的轉型發展 但台灣民眾真的是 沒有辦法接受油電價格的調整嗎 我們這次的民調也顯示說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像我們民調裡面有顯示出來說 有六成的民眾是可以接受電價的調整 然後有19%的民眾是不願意接受電價的調整 然後20%的民眾是不願意 是沒有意見 但如果我們再仔細去分析說 那19%不願意調整的民眾來講的話 我們再去問他說 那什麼樣的原因之下可以接受調整 結果有95%以上的民眾 19%沒有95%以上的民眾 表示說他們如果是為了改善空屋 跟嘉賓排泰的話 他們是願意調整變價的 也就是說真正間距不願意調整電價的民眾 大概比例只會降到大概5%以上 所以在這邊我們認為說 那政府應該要以這樣的一個基礎 特別是我們最近推動減煤的政策有成 其實我們把每發育毒業 我們排碳跟空屋的外部成本 已經降過往幾少7%以上 那就應該用這樣的一個資料 去分民眾對話 去爭取說在持緣分收 社會能夠接受電價的調整 不要再讓這個所謂的電價調整壓力 持續延緩下去 因為根據經濟部的預測 2025的民眾短期的推動之下 我們電價至少都調整到3.1塊左右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繼續不動 只會累積外的漲價壓力 到時候會出現台電虧損 減少接能誘因 以及是一次長逐民眾 會爆發民眾壓力 這樣三數的一個畫面 但另外一部分的話 我們來談到所謂的 能源價格的調整來講 更重要一件事情是要反應外部成本 反應外部成本的話 推動的機制就是 藉由能源稅這樣的機制去推動 但我們在能源稅這一塊的話 在這次民調裡面 也可以看到 民眾其實高度支持這樣的政策 有88%的民眾是可以接受 我們針對高排檔企業可增碳費 而另外的話 就即使是因為能源稅導致油價的增加 也是一樣有六成以上的民眾是可以支持的 甚至是支持 說我們可以讓油價增加到 每公升增加到3塊錢以上 所以這樣的一個幅度 都是遠高於目前的 過往台灣提出的 能源稅的一些規劃 可惜的事情就是 我們在關注成本的措施上 我們在過往 首要是G7就是要推動 一個化石藍料補貼的改革 因為在國際的專家 都強調說 像國際內密同書有書上 他在那裡強調說 在第五下的時刻 就是啟動化石藍料補貼 改革的最好的時機 但是我們台灣在2017年的時候 雖然有參與了APEG的專家審查 請國外的專家去檢視說 台灣有哪些化石藍料補貼 必須要改革 必須要移除 國際專家也特別指說 台灣有五項的補貼 必須要移除 例如是說路燈的低價補貼 或者是農機用油的補貼 或者是地道用油的補貼 這些部分都應該要 要加以改革的地方 但是過去三年來 台灣沒有任何的動作 而如果更積極的是 然後談出一個能源稅 和採稅的規劃來講 我們就發現到說 雖然在去年通過的 行政院通過的 台灣有續發展的風調補貼 已經明文顯白了 就是說今年度 財政部必須要提出來 能源稅的推動規劃 以及配料措施 但過去這幾個月裡面 我們並沒有聽到財政部有任何的動作 像把所有的 美元稅和採稅 這外部成本內部化的 最重要的措施 那責任 都只有降到環保署 而去提供採費 比照空屋廢去徵收採費的方式 但是因為這樣環保署的職權 是下級 這個所謂專門份量的邏輯 是下化 這樣的採費規劃 它的額度勢力不會太高 可能一頓二氧化碳 只會徵收大概40到50塊 台幣左右 反應到油價的話 通常這張明點也一塊左右 而且一頓採 一頓採 只剩40到50塊 的額度來講 是世界上任何 並有採定價的國家裡面 最低的水分 所以這樣的話 是會毫無減碳優異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再來次呼籲 就是參議院總統 如果你真的要 在旅行 所以在競選過程中 跟青年團體對談的時候 會強調出這一任 新的一任任期裡面 會好好滅入氣候變遷的問題 那就必須要把 油電價格合理化這些事情 推動能源稅這些事情 用總統高度來統籌 而不是只交給所謂的行政部門 去持續推動 這使能源價格合理化 推動能源稅 是在新階段的能源轉型的政策裡面 不可迴避的挑戰 以上說明 好 謝謝趙家瑋博士 接著將我們時間 轉給開大風險中心 周桂田總計畫主持人 好 謝謝我們前面兩位 張國威和張博士的說明 我還是回到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一開始 店博士報告 其實國內的民眾 對於氣候跟能源的 這個關注程度 跟能源轉型的支持度 都非常高 我認為能源轉型會促進經濟發展 高達7層比 這張我特別要跳出來 這張是超越藍綠的 就是說 這題我們是問說 您是否認為 不進行能源轉型的話 未來會對 未來或在世代子孫 產生更多氣候災難 這題知識度非常高 這題跟我們一年 2012、2015、2018 跟這次2020的調查 都非常接近 國內的民眾其實蠻對於世代 對台灣社會未來發展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關注 所以我認為 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的企業界 都應該要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國內其實已經開始 所向的一個新的模式 這樣的模式 對於我們的經濟處境 跟政策發展都非常重要 第二部分是台商回流 我大概 講完台商回流 我還會談到整個 公民愛定 整個綠色紓困 或綠色改革 台商回流這一塊 各位可以看到 有八成的民眾 支持我們在台商回流 相關的政策裡面 應該要求這個產業 因為我們提供在裡面優惠 應該要有相關的減碳措施 前幾天行政院的董民心政委 還在報告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已經有近趙雲的一個投入 登基投入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一塊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只有還在 比較鼓勵台商回流的措施上面 沒有做一個前瞻性的改革 簡單的改革 我想這個是非常可惜 我們看到這一期民意的支持度 非常高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在這個地方 應該要更多的重視跟琢磨 第三個部分就是 國際綠色振興的這個聲浪 我們這一期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是聯合國的秘書長 或是世界銀行 或是這個OECD 或是歐盟的歐盟 或是歐盟有17個環境部長 都呼籲在新冠肺炎 後新冠肺炎 尤其現在世界各國逐漸解封 這個疫情穩定之後 相關的紓困之後 在振興方面應該要強化 預設的改革 不外是在加強能源的再生能源投資 運輸方面的減碳 建築方面的這個也是減碳的措施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這一題可以看到 我們即使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章 我就是介紹國際上 我們來到第三章 在我們的調查裡邊 有六成的民眾支持產業的紓困 應該附加減碳的承諾 這個是對於紓困的部分 那在這邊我們公演同心提出呼籲 就是在紓困、振興還有改革 應該是三個步驟 在我們第一線 第一階段的紓困當然就是 對於窮困的民眾 這非常重要 但是國際上的運作跟飾演 絕對不會只有停留在這樣的一個架構 國際上現在都在談 後續的預設振興應該怎麼走 應該是要怎麼樣來強化一個新的經濟體 國際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呼籲認為 疫病傳染跟氣候變遷 昨天德國有一個最新的一個調查 德國民眾認為 其實氣候變遷的嚴重程度 會比新冠肺炎還強 這在我們國內也有相關的一個討論 所以這一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呼籲就是說 政府在紓困、振興跟改革這三個階段 要立刻的來籌劃 今天剛好在立法會議會有相關的 第二期前瞻基礎建設的一個報告 要開始啟動第二期前瞻基礎建設 我們也呼籲說 政府在啟動這樣一個 第二階段的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應該納入整個綠色振興這樣的一個概念 無論再加強再生能源投資 或是運輸的這個排碳的減碳的承諾 還有相關的這種公共建設 都應該要這樣一個綠色改革的一個聲浪 最後一章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看到其實前面的這個 我們的整個調查跟分析 都可以反映民眾對於氣候的災難的感知非常高 對於能源轉型的支持度 對於整個我們第一個新的概念就是氣候經濟 尤其全世界在走向低碳或無碳經濟這樣的一個趨勢 台灣的民眾其實從我們2000年以來四個調查 2012、2015、2018到這一次 我們都可以看到有這樣的一個重要的趨勢 所以我們故意就是說政府在這個面向 跟企業界在這個面向 我重新再講一次都要重視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在這裡面我們有一個調查 剛剛可能我再回溯一下 我們剛剛辯博士在報告的時候有特別提到 我們有相當多的民眾 接近六成的民眾 針對能源爭議的時候 他是比較相信專家的說法 有近四成的民眾是比較相信NGO的說法 他只有不到兩成六的民眾是相信政府的說法 對於政府不信任的程度也大概有兩三成之道 那也就是說當相關國內有關能源轉型政策爭議的時候 我們認為在制度上面在體制上面 就是我們一直在倡議的政府應該成立一個獨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那就當然要涉及修法的部分 那待會如果有機會我們再來說明 所以成立一個氣候變遷委員會 能夠廣納專家跟民眾的一個意見 來反應專家跟民眾意見 來促進大家有一個社會的共識跟學習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一張其實是我們在去年 我們中心發布這個 巨變台灣啟動長期能源轉型400頁的政策報告書 我們其實就有提到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就是說蔡政府或是蔡總統在520新的任期裡邊 我們呼籲他針對這樣最新的一個 國際的這個後新冠肺炎之後的綠色振興的改革 跟早上綠色經濟的這個驅動量 然後還有國內這樣的一個最新的這個民眾的這樣的一個認識跟態度 應該提出非常清晰的這個氣候跟能源的這個推動的一個 或是行動的一個難度 因為這個攸關台灣未來30年的一個發展行程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像剛剛我們幾位都提到的 無論是電價、補貼、能源稅制或是碳費 或是相關的這種氣候變遷委員會 所以我覺得這邊都要提出一個新的和清晰的方向 因為我們過去的確都是在一個合攝經濟的概念裡邊來發展 所以這裡邊我再強調一次 台三回流是一個好的趨勢 是一個好的趨勢 至少在今年我們2月之前都在談 過去台灣每年投資都只有100億 現在每年投資都是數千億 那台灣在這個30年來、20年來非常大的一個龍井的投資的狀況底下 這時候改造是非常重要 那再加上第二個部分 國際上獲新冠肺炎之後的綠色振興都在驅動這樣的一個綠色改革 所以我們台灣必須要把握這個契機 也要呼應國際的發展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特別要對蔡總統提出這樣的一個呼籲 希望蔡總統能夠提出一個清晰的國家的氣候跟能源轉型的一個行動藍圖 那在這個底下我們在這個憲法的規定底下 我們當然知道行政院尤其蘇內閣現在就是行政院長蘇貞昌游任 我們也呼籲行政院應該啟動或是來啟動這樣的一個氣候行動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關整個國際的發展趨勢還有台商回流都必須要重新來審視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在新聞島或是我們在過去呼籲 我們認為行政院既然有科技匯報 重視科技匯報是台灣發展的 現在全球也對氣候跟能源轉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呼籲行政院應該要來設立一個氣候揮報 氣候揮報變成一個行政院陳情 第二個我們呼籲是說應該要召開公民會議 這個氣候公民會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在於有關整個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除了目前環保室在啟動這個氣候 衛生氣體檢單級管理法的修法之外 我們認為應該要這個再修定更上位的氣候變遷法 總體來講我們呼籲就是說行政院或是蔡總統 應該針對國際的新的趨勢 新冠肺炎或新冠肺炎之後的趨勢 還有國內台商回流 因為中美貿易大家台商回流趨勢 還有國內這個新的一個民意的一個態度 應該做出一個更清晰的一個藍圖 那在行政院也要做出這樣一個題詞上的變革 這個對於台灣全世界在談十年後 2030年聯合國發展目標跟2050年的深度減碳 氣溫不能超過兩度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國際趨勢 我們台灣應該在這邊不只是回應 我們應該像新冠肺炎一樣 我們既然能夠超前部署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去有所作為 我們在體制、政策還有整個發展的路徑都能夠超前部署 來翻轉我們在國際上 其實是氣候末段般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謝謝各位 那現在我們就進行媒體朋友們的發問時間 那請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 是否有針對此次調查結果要發問 讓我們也將等一下發問的主持 交給我們的周桂田總計畫主持人 讓我們收集一輪一輪的問題再做回答 好 那我們就請媒體朋友發問 謝謝 來 麻煩先要發問一下哪一個問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公視的記者 請問一下 我們看到那個第九題 不知道你們那個題目有第二次嗎 就是有一個第九題 就是公電無魚石 受光球隊核電的使用意願 還有隔一列就是 臺灣高排湯企業 一碳排量收取稅備 這兩個題目看起來都有一個預設 就是比如說不使用核電 仍能確保供電穩定的情況 另外一個是針對高碳排企業 去收取碳就是碳瀉之類的 就是說這個問題我覺得是 基於一個理性的思考 就是給民眾一個理性的思考 然後去作答 到說你們有沒有就是沒有這些前提的時候 民眾的那個支持度是不是有變化 比如說就直接問說你是不是支持使用核電 或是支不支持使用碳水 那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我覺得 國內在推動這些相關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到老車的事情 那個本來就是因為老車你使用者 污染者付費 那這個問題到扯到最後就變成是在打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題目是不是預設 臺灣民眾太理性了 或者是他們可以做理性思考 會不會對這個結果有點太惡觀這樣 謝謝 我們是不是再蒐集一兩個問題在一起 來回答謝謝 剛剛問題有點類似喔 每次一講到電價上升的時候 民眾的反彈是非常大的 那跟這個問卷的結果有很大的差距 可不可以是不是因為反彈 聲浪的聲音 還是說有一些民眾是傾向於 就沒有去表達他們的意願 在實現出來 所以可不可以請你們分析一下 就是這個反彈的聲浪跟這個問卷差異的原因 大概是什麼原因 我們是不是再蒐集一個題目 那我們就先這兩個題目 我們先做一個回答 先說明一下就是 其實在這次的問卷上面的話 其實這兩題裡面 所謂好像有前提假設的地步 我們其實都伴隨著其他題目 是沒有所謂前提假設 舉例來講像是在一個核電 核電來題來講的話 下一題就是直接問說 那在核四公投的意願 你會選擇的意願為何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會有一題是直接是去詢問 去詢問說 你對於這樣的一個能源使用 能否選擇關係開達的接受程度 另外一部分的話 所謂的供電無語之下 對於使用核電的意願 這一塊部分的話 我們即時參考了過去 國內屢次的民調裡面 都會去談談 這個條件之下 大家對於菲特加盟的方案的接受程度 所以我們這邊是用這樣的程度方式去觀測 大家是不是因為供電安全無語之下 他們就對菲特加盟的支持度 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階段性的方式去交叉比對 同樣的在那個能源稅來提 一個是針對產業的部分去進行科稅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第一次的民調 你知道國內的能源轉型民調 你只要是把錢的部分是由企業去負擔的 大部分的支持度都會有蠻高的 但是我們這次我們更建議過我們的事情 就是我們大家有再去問說 那這些稅或是反映到油價的時候 你的反應為何 這幾次的話就像我們2018年的時候 民調也有去做類似的設計 就是如果直接反映到 你的日常生活會使用的能源的話 你會不會能夠接受 目前我們的調查結果出來的話 也都是比較多是能夠支持的 所以在這邊我怕我們使用這種方式去做比對 然後另外針對 文資提問的問題就是有關於電價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的確必須要強調說 我們在民調上面會有這樣的限制 就是我們從整個全國抽樣來講的話 我們看起來這些支持度都會很高 但是在民調正義的時候 在每次電價調整正義的時候 我發現的訊息 發現的整個傳播路徑來講的話 其實看到比較多的部分 會是比較多是工商團體 挾著民眾的反對 反對的意見去阻止電價的調整 我們比較多的看到 是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議題期節的一個狀況 但在這邊的話我們會看到 其實在地價正義發生的時候 其實民眾對於與公安團體的不信任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變成說我們接下來在這樣子的要去調整 要去預先去規劃上的地價調整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理解說 其實民眾他們是願意說 你只要講清楚你是為了改善空屋去加進 他們還把電話 他們是可以接受調整的 你要以這樣的一個 又有邏輯去進行地價調整的社會稅額工作 而不是單單只說我們不調整的話 台電就要虧損了 台電就要賠錢了 這樣的方式民眾是不會支持的 但是如果是打出所有的環境台的話 民眾是比較能夠去取信於民眾 增加民眾的支持度 我們針對這兩題 我也做了一點的補充 我們其實因為今天時間發的關係 我們沒有特別報告出來 就是說民眾對於台灣 這個主要能源發電的感知 就是我們記得我們在2018的時候調查 平均有41%的民眾認為是核能 那後續就沒況了 然後這一次已經有所進步 就是降低了 平均有33%的民眾認為是核能 那區在2018的調查裡邊比較讓大家覺得在能源認知上面 能源素養上面比較大差距是30到39 40到49就是我們的青壯年齡 平均有51%的民眾 過半民眾認為主要是核能 那這一次在我們統計上 這兩個年齡層已經降到40左右 簡單來講就是說這裡還是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公司這位同仁所問 我覺得我們其實這是一個 我一直在講說這是我們的政策跟社會溝通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其實我們在做很多調查的時候 還是要去考量到民眾第一個整體的這個能源的素養 能源的知識還有政府的溝通這部分 所以我們會加一些條件 那的確我們也有直接來問說 那你自我事實核定 那第二部分就是那個文資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類似 其實在我們歷年的調查 民眾對支持電價合理的上漲 我們有細部嘛 剛剛說電價願意漲到3塊錢 其實那個支持度是高的 2018的數據是更高 2018的數據是更高 那各位據講看 這時候剛好是在這個新冠病的情況下 我們問的這個民眾還是支持度 那我覺得電價這個事情 當然會有一些隱藏性的聲明 可是在一個社會的政策的改革 或是國家政策的改革 我覺得就是說在對於執政者 應該來清楚的來掌握這個民眾的一個 認知的一個取向 比如說我們今天問 20年前我們大家說要不要帶安全嗎 我想支持的民眾可能也只有一部分 可是施行以後我想全部的就改觀 這是一個制度性的介入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不是只有一個國內的議題 這是一個電價牽涉到台灣未來 經濟發展競爭力跟研發創新 這個我們在很多陸續裡面有提到 所以我們會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跟問題的設計 謝謝 好 那看看其他同仁在做相關的提問 謝謝 老師您剛剛說有數字可以講一下嗎 就是說如果沒有前提的時候 你的數字差以後很差嗎 就比較好奇一點就是說民眾的態度這樣 好 那另外後面 好 那另外後面 這個10號提問 那個 以上第五題 那只是要再補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那個選項 為什麼是從2.7到3塊開始 沒有帶就是 例如說兩塊一塊的那個調查選項 對 想要再問一下那個設定 是怎麼回事 謝謝 好 那再針對電價這選項 有沒有再補充一下 因為 或不是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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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要再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這個電價的話 並不是說 你增加了2.7到3塊 而是說 你從現在的民居電價2.6塊 漲到一度變多少錢的時候 你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們是 所以我們也要這樣直觀上面 民眾能夠比較理解 所以我們才會預設說 那我們現在的電價就是2.6塊 那你會調整的話 你會有怎麼樣的一個調幅 所以我們就會辨識 從2.6塊到2.7塊到3塊 這個就會當成一個集聚 接下來的話就是 每0.5塊 每0.5塊做一個集聚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設計的方式 而特別的話是因為 為我們3.1塊到3.5塊 這個集聚的話 就是涵蓋了 經濟部在去年度提出來的預測 就是2025年的時候 我們在能源轉型的推動之下的話 2025年的時候 電價大概會增加到 會增… 電價成本大概是3.08到3.3塊左右 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才會有設計上的一個集聚 而且我們要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在題目問的時候 並不是問說 你願意接受明天的電價調整到什麼程度 而是你願意接受2025年 因為在這樣能源轉型的政策推動之下的話 2025年的時候 電價增加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邊的話 是針對這兩點去盡力氣 所以你剛才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 我們處理價格 不是調整價格 對… 就是說… 那那個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我們都… 我以為是調整價格 就是… 這個是… 你以為是增加2.6塊 對不對 就是變Double這樣子 這個… 並不是我們就解釋嘛 調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調到… 對… 調整的程度 對… 謝謝 那個… 那個… 跟剛剛他們說有沒有前提呢 那個… 關於核四的部分 可以看第十題 那個第十題 我們直接就是問受訪者 可以重啟核四工作 這個是… 我們這是討論都買了滿久的啦 那基本上對於核四的看法 就是說 如果他問到比較好的 比較能夠正確的問到民眾 對於核四的看法 或者這題公投題是比較精準一點的 第一個 就是說 會去投票 就是他… 他會投票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這20不會去投票 那再來是會去投票病毒 同意的百分之7.9 那會去投票病毒 不同意的是34.8 這個數字是可以參考 然後如果需要是那個… 暗律的調查分析 因為到時候是明年8月28 那也許可以再用暗律的調查分析 做一些可能性的推估啦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 到時候可以… 就是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提供這樣的數字 那第二個關於核四的看法系列 就是說剛剛下一頁 就是… 政政策工具製作的第一題 這是有前提嘛 所以高探材系列 那問到錢 其實大家就會比較老實一點 所以這是第二題 就是說 這些可以看到說 因應在這時候 判稅淘漲油價 不願意的程度是16.6 那其他的金額 超過三個月的 剛剛有談過是34.3 那這個部分 我會認為是比較精準的 能夠去接近民眾的看法 而且我們的深深退 是… 因為在這則… 假根提出的話 我們要再進行深深退 是… 初步我也想說 不願意接受 假根導賬 或不願意課生 健康稅的民眾 然後去分享他們說 不願意的一月 還有來現說是 無一件的具體打的意願 反正到說起 滿大比例來講的話 都還是… 傾向支持 那邊轉席 如果在這樣的稅不值下的話 他現在是支持人員轉大家的方向 都還是可以用這樣一個政策配搭他們的需求去搶 要說價格套路 發展他們的必要性 這是我們在細部分析的時候 我們會進步討論的議題 還有沒有連續性的問題 我是可以在 這裡還是有一個假設 就是說在國內的一個情況底下 怎麼樣再做比較幸福的 公共政策的一個設計 我是臺灣情報記者 請教一下 就是前幾年 要按一個兩月公投 然後你跟他有 他有否針對這個兩月公投作為的 有的 然後你這時候解釋是怎麼樣 謝謝 好 這就是第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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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是跟對之前的 你說2018年有沒有做民調 是不是 有 2018年的民調我們有做 我們那時候做的民調有一個公佈 其實你可以看 第五頁 第五頁 那時候我們中心做的民調 然後是有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民眾其實是在錯誤的認知下 做出投票的判斷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臺灣最主要的發電模式是活力發電 但是 超過四成 43.6%的民眾 居然都認為是核能 那核能其實是在10% 所以其實是在政治爭議 還有在對能源知識錯誤認知底下 做出的投票的結論 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年在做 就發現 認為核能 就錯誤認知核能是 主要發電模式的已經降了10%左右 就是已經有改善 那其他的民調的部分 也許可以請那個 趙家瑋博士再補充一下 因為2008年的那個民調 他比參與較多一點 我直接來講 我們2018年有問到一題 就是燕伊支持 比較高的電價 來支持再生能力替代核電 因為當時我們不會直接去問 因為這個公共政策 我們不會直接去問說 你支持核電的程度 我們是說 願意以較高的電價 來支持再生能力替代核電的業能程度 當時願意的這個比例有45.5% 我願意的有21% 那非常願意有15% 簡單來講就是也接近六成是願意 是在2018年我們也是8月的一個調查 那各位各位記得我們是11月12號共同 2018年11月12號 那這一題在今年也有問 那如果比較2015年的 我們要問這樣的一個題目 願意以較高的電價支持再生能力替代核電 2015年相對是更高的 相對是更高的 我記得是接近七成 2018掉到六成 現在應該也是在六成左右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國內政策辯論的一個好的契機 無論支持或反對 就是說我們要總體還是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民眾對於能源發電的認知的一個理解 第二個就是說在對於總體的這個再生能源或是核能風險 我想相關都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我認為因為調查都是不一樣的態度 或是在不同的時機 可是政策溝通永遠是必須要持續的進行 那我們也一直在強調說 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這一個部分 或氣候變間政策這部分 溝通非常重要 政策溝通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拿在相關政策設計上 怎麼樣納入相關的綠色援助 這個必須要再跟民眾說清楚 謝謝 那不曉得哪位同仁還有什麼樣的 大家好 我不想補充一下 有關剛剛提到核能的部分 就是說大家知道我們是2009年 還有2015年 開了第三次跟第四次的民眾活動演會議 大家都知道這是馬祝福的時期 就是2009年 就是2008政黨委屈之後馬上開了一次 那馬政府是那時候開完 其實同一年他在當選之前 他發了IP書跟之後 他很快的就宣布還是要繼續使用核能 那隔一年的全國能源會議也為這個背書 所以那時候預期2009年的能源會議 預期是2020年的時候核能 大概還有佔比到20% 那這個是還蠻高的一個數字 不過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2009年隔了兩年之後 就是2011年福島的戰 那大家都知道福島有在 在台灣也引起很大的聯誼 那後來隔一年之後還有核四的安檢 然後還有不研議等等這些決定 那引起很大的政治的問題 到2015年的時候 第四次的全國能源會議 就是想試圖再解討 不過後來馬祝福還是沒有 沒有鬆綁說 沒有具體講具體未來的核能配比 但是也沒有說不要使用核能 那留下一個伏筆 過我還是想要講的就是說 2016年民進黨上台之後 到目前已經四年 邁向第五年了 那2017年的能源發表書 很明確的講說要能源轉型 其中核能的未來發電佔比 在2025年就是要到零 那無想講的是說 我們很難得會有一個能源政策 這個是長期到 雖然我們還認為短期啦 也就是說三年、四年 還蠻維持一致性的 那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還是要往核電趨近於零 的這個一致性 這個方向來走 那前兩年呢 我們都知道核電的 實際的佔總發電比例 實際的發電比例 曾經到10%以下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這兩年發生蠻多事情的 那其中有關核能的這些事情 其實不少民眾點擊在心頭 知道說2016年之後 政府的政策 民進黨政策 到目前為止 還有維持一致性 另外一點是 也經歷過核電發電配比 其實逐年降低甚至更低 創善性地 那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有可能會覺得民調的某些數字 可能過於樂觀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這兩三年發生蠻多事情 特別是前幾年的有關 氣候變遷的議題 然後還有 這一兩年 蘭嶼的核電配料處理的問題 其實都浮上檯面 大家都很清楚說 不少人蠻清楚說 有這樣的趨勢 所以總結要講就是說 有時候科技的進步 其實比不上民眾的意見的改變 或是說往前進 那我們這次確實也有發現 非常有可能是這個趨向 特別是在2016年之後的政策 還蠻維持一致性的 特別是在核能的上面 不曉得那個記者朋友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不曉得那個記者朋友 您好 我是蘋果日報記者 我想問一下 就是新聞寶跟你們付的資料裡面 有關那個新冠肺炎 就是政府書會 也要提出 人員轉型和減碳條件的這些調查 那因為新聞寶裡面是寫說 七成民眾支持 紓困發言的時候 政府應該要附加能源 轉型和減碳條件 但是這一本裡面 附加能源轉型是 59.8的民眾支持 然後六成 但是您剛剛手上看板 是寫說 六成民眾支持 產業紓困附加減碳的承諾 所以它那個數字其實是對不起來的 然後另外是 近九成民眾認為 政府應該要求回流的財商 設廠的時候提出綠能承諾 但是九成的這個數字 在這一本上面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能不能提供你們 那個民調最原始的那個 調查的資料給我們 而不是經過整理以後的這一本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再說明一下 我們那個應該是 剛剛說明的時候有點簡化 我們基本上在民調的最後兩題 就是針對那個有關新冠肺炎 第一個是紓困 增加能源轉型要求的支持程度 第二個是對航空業 所以我們剛剛有一題說 有接近七成或是更高的 七成六的這個民眾是支持 在對航空業疫情紓困的時候 要增加它的減碳要求 這題有高檔七成六 七成多的這個受訪者 七成七應該是七成七 77.2%是支持這個 有附帶減碳的要求 那最後第二題就是 疫情紓困的時候 應該要增加能源轉型的要求 那這一題的這個也是非常高 大概這個是應該也是六成 六成五十九點八的民眾來支持 那總體來講就是說 從這兩題來講是民眾認為 其實紓困我們當然在政策上是 第一線是緊急的紓困跟救助 第二就會這個其實是牽涉到裡邊 有相關的紓困裡邊應該要有綠色元素 或是綠色改革 那國際上在談的現在都是 紓困會去配套或許的綠色振興 所以當然就會是 我們看到國內也有滿高的支持度 就是說在這個紓困之後再來是振興 那我剛剛提的三個階段 一個是紓困然後振興再改革 這樣三個階段 我想我們國內的民意也都是 滿支持這一個部分的 大概這樣的數據 這個就是最延始的民調調查的答案 就是如果民手上這一本 所以新聞稿上面寫說 七成民眾支持不加能源轉型 那一個影響條件 其實這個本子上面只有六成民眾支持 例如是幾成 對我們 對我們是綜合這兩題來回答 就是說 我們的新聞稿其實是一開始 我想您講的是新聞稿第五段 針對中美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等 國際劇變挑戰 有近九成民眾認為政府應該要求 回到台商設廠的時候提出綠色振興 我想這個非常高 那我 那九成在哪裡 在這個本場上第二% 這個 82% 你看所以這個 32%跟九成應該是不一樣 對謝謝您的提醒 應該是82.1 82.1 就是我們的延始題目是說 訂定台商回台投資能源效率審查制度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台商回有設想要提出相關的綠能的能源效率 還有相關的綠能的承諾 有高達82%的受保值支持 謝謝您的這個執政 這個非常重要 謝謝 我想這個還是一個重要的趨勢 就是說我們國內的民眾 無論是針對於台商回柳 或是現在的這個紓困之後的振興 都有相當高支持的名義 然後政府我想我們 所以我們也是在這裡邊 設計這個題目我們看到 其實昨天德國最新的報告是說 民眾認為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是高於疫病傳染 這也有新的數據 所以他們有一連串的 整個綠色改革的一些說法 這個都會跟我們相親 那我們在這邊也就是說 呼籲政府在這個地方 應該要把握這樣的一個契機 最後我們還是在講說 這些其實都需要 需要整個政府體制 法規還有政策 重新去弄取 我們現在看到 政府在有關台商回柳的這個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還有相關的振興措施 紓困之後的振興措施 都比較少這樣的元素 這跟國際發展的態勢 是不太一樣的 是沒有跟上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 也就是我們需要來強化跟變進 好 那不曉得還有沒有記者朋友 有相關的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記者會 就謝謝各位記者同仁來參與 那我們記者會就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媒體同仁參與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就到此告一段落 那如果有相關採訪的需求 或者是其他可以邀我們旁邊的工作人員 那希望稿再用 希望稿再用